陈聪是著名國際影星,主演的電影末代皇帝或奧斯卡最佳影片,她也是期間唯一主演過奧斯卡最佳影片的華人女星。 陈聪曾被评选为全世界最美50元之一,可见她的影响力曾经有多大,虽然事业很成功,但陈聪有一个遗憾,就是一直想要孩子但却怀不上,最终无奈的她值得去收养了一对双胞胎,一开始陈聪对这对双胞胎是弱己出,一家人很是幸福,但是可能是这双胞胎给她带来了好运。 陈聪不久就怀孕了,让人没想法的是,怀孕后的陈聪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,把这对双胞胎送送出国,让别人叫过去了,就让她一时间备受吐槽网友,确实把我惊到了,而是看的电影小花主演竟然是她,陈聪的名字也熟悉了网友,她年轻时又美又可爱,现在不美也可理解。